上海找美食 我们是穿蹭走巷 被导航导到了一个不知道位置的地方 听说这里有一家菜饭做得不错 我们去看一下 导航是导航的后面 我们来到前面看一下 就是前面这家黄山菜饭 上海浦东新区的州东路上面 这里是州普镇 黄山菜饭 终于找到位子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珈牧表 在大上海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 给我来个干豆甲烧肉的吧 口水汁这多少钱呢 17块 这个饭是免费加的是吧 对 谁也吃 饭随便吃 吃饱为止 这是我的梅菜烧肉是吧 干豆甲烧肉的 这是我点的干豆甲烧肉 这个也是17块钱 对 也是17块钱 这个价格很奇在 老板夫妻是安徽皇上人 说这样的菜饭店 在上海有好几百家 这个已经过了饭点了 拿着来的非常多 这个菜饭啊 就是近些年在上海比较流行的一种 这种营养餐吧 这样那个菜也搭配 然后加上一碗汤 在营养上达到了一个均衡的 因为这个都是提前预制好的 所以上菜呢 特别的快 这个就比较符合我们上海这种 快捷子的这种生活 这一个套餐下来的话是17块钱 在上海能够吃到这么实惠的饭菜啊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菜饭里面有青菜有咸肉 看着就很有食欲啊 这里面是什么 虱子头 鸡蛋 素鸡豆干都有 哦 虱子头 鸡蛋 素鸡 这一份虱子头三个 一份虱子头有三个 三个套餐才14块钱一份 14块钱一份 三个的 三个虱子头 对 哇 这钱呢 太实在了 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一锅梅干菜卖完了 哦 梅干菜卖完了 哦 生意这么好啊 那你这一天要做几锅呢 就一锅 梅干菜一天嘛 一锅没干菜一天 这一锅是一锅小排 小排 17块钱一份套餐嘛 一份就这么一勺 这么实惠啊 小排 这一勺就是17块钱 这一勺是17块钱 饭随便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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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实在 太实在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蹄盘猪爪一起烧的 哦 蹄盘猪爪 这个是蹄盘一份 饭也是随便吃 22块钱 22块钱 这个是我们最贵的了 对 最贵的了 我们最便宜的是什么套餐呢 最便宜的就是骨楼汤 骨楼汤 汤里面有骨头 哦 汤里面有骨头 这一碗汤里面有骨头 一碗汤里面有骨头 就是11块钱 11块钱 12块钱的套餐 10点钟开始卖 卖到晚上10点 晚上10点就百元了 一天估计要卖多少份套餐呢 一天至少也200多份 吃完菜饭 我们又冒着雨 踏上了新的美食之旅 一下